閱讀文章越來越長 你總是抓不到文章的重點嗎? 你常常讀了上文就忘了下文 讀了下文就忘了上文 讀了一長篇文章 最後還是不知道自己在讀什麼嗎? 你總是覺得白話文很簡單 可是我的選項總是選到錯的那個選項嗎? 簡直就是讀神 你總是看詩 就像看佛經 就像看天文 天書一樣 總是看不懂 文文從國一學到國三 永遠拿到一篇新的文章 還是永遠看不懂啊 今天老師要以伊林會考試題 來跟各位講解文章總體的閱讀技巧 哈囉大家好我是陳迪老師 今天我們來擴解伊林會考國文試題 好伊林會考結束囉 這一屆的考生呢 非常的辛苦 因為有疫情的關係 但是呢 好不容易考完了 大家呢 在家裡呢 除了耍費之外呢 也要記得喔 停課復庭學 好 那雖然呢已經考完了 我們還是要好好地檢討 畢竟還有高中國文 各位出來問還是要還的喔 好 那現在呢我們呢 來稍稍地我們來進入 今天我們會考試題的第一部分講解 老師要教各位呢 我們要舉一題今年的試題 再舉一題去年的試題 讓大家看看好 如果能夠學會 這是作家徐孟芳的文章 是直數 文章看起來是一個中長文 35到36題的題組題 好那大家呢可以看一下 螢幕上呢 我們會把這篇文章列出來 請來看一下這篇文章 好這篇文章呢 是大概中長文的結構 好那其實呢很多同學呢 看到文章只要太長 他就會看不懂題目在寫什麼 不要害怕 無論是文言文還是白話文 他還是有一個通則的 那所謂的通則就是呢 請各位記得喔 其實國文或者文學 或者是資訊的接收呢 他一定會有一些原則 那無論是國文還是英文 其實都是一樣的 就像我們進入一個班級 請問大家是班上所有的人 你都要花同樣的心力去認識 跟深入交往嗎 當然不是啊 我們應該要先花一些簡略的時間 粗略的時間 跟所有的人進行一個 比較譴責跟粗略的了解 然後呢我們就慢慢知道 哪一個人是我最喜歡的 我值得花更多時間 跟他深入交往的 所以也就是說 閱讀實際上會分成兩大步驟 第一步驟叫做速讀 速讀是幫我們快速篩選資訊的重要程度 好那就像我們進入一個班級之後呢 先快速的了解哪一個人 是我值得深入交往的人 好所以呢速讀基本上是要幫各位同學 好去學會篩選資訊的重要程度的 接下來第二步 好當你學會篩選資訊重要程度 就能選出最重要的資訊囉 那選出最重要資訊 接下來下一步就是第二步 就是資訊的深讀能力 那現在呢老師要借由110年的35跟36題 你跟各位解釋速讀的原則是什麼 那等一下呢我們介紹第二步驟 就會告訴同學 當我們已經抓到速讀 透過速讀 抓到一篇文章的最重要的資訊之後 我們怎麼樣能夠進行文章的深讀 那要先跟各位同學說 因為呢這只是一個簡單的示範 那讓各位同學可以能夠稍稍的了解 如果各位同學想要知道更深入的 110年的會考試題的講解 可以點選我們下方資訊欄 它有我們的成立文文官方的line 然後請傳出訊息說 我想要了解110年的完整試題講解 那你就可以得到我們最新的試題的講解 的課程喔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高中 好這樣的解題技巧到高中的話呢 也可以點選下方的資訊欄的 line的連結 一樣傳出我想要了解高中的課程 那你就可以得到更多高中課程的資訊囉 好接下來我們就進行第一部分 文章速讀 文章速讀呢跟大家講 其實就是要透過一些既定的主旨句型 然後去判斷什麼叫做主旨 那主旨句型其實會有一個很完整的 主旨句型的歸納 那這個部分呢其實我們在上課的時候都會提到 那高中的課程其實也是會加強這個部分的 那我們現在來先提出一個簡單的主旨句型的第一句 好這個其實主旨句型很多句 老師為了要舉例給各位聽所以我們只講一句喔 講到今年考題有考到的 好主旨句型第一句 好就是判斷句 什麼叫判斷句呢 好各位同學如果有興趣可以參考我們之前的影片 好我們之前成績國文的鄧老師呢 有為各位講解 中文四大基礎句型 那四大基礎句型其中的一個判斷句呢 就是中文的主旨句的其中五句 好那主旨句呢是什麼呢 主旨句講的顧名思義就是呢 我們怎麼從一篇看不懂的文章裡面找到主旨 只要你能夠辨認主旨句 主旨句講的顧名思義講的簡單一點就是 怎麼從很長的文章裡面呢快速找到主旨所在 透過主旨句的辨認 主旨句的其中一句就是判斷句 判斷句的型態長怎樣呢 好叫做什麼什麼是什麼 那個是就是表示一個判斷 就是主旨句的白話文樣態之一 好那我們來講一下它在文文裡面嘴長出現的樣態叫做 A者B也好舉個例 高中課文文原文第一課 師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好老師是用來傳道授業解惑的人好 是所以文文的主旨句的判斷句叫做 A者B也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用主旨句簡單解題好 各位現在來看一下35到36題這篇文章好 這篇文章呢請各位看一下最後一句話 它說倒數第二行能與自身緊緊相細的原來正是寫作 請各位把正式畫起來好 是本身已經判斷句了這個正的加強語氣好 所以這句話是全文裡面最最重要的判斷句 那判斷句又是主旨句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是前面的詞彙叫做自身連結好 後面叫做寫作也就是說這篇文章它談兩個主題的關聯系 一個叫做自身一個叫做寫作 它的兩者好要談的就是這個好 往下看請各位現在看36題 根據本文下列何者最符合作者觀點好 這是主旨題唷你們看到主旨題好 那所以我們現在來看A選項 孤獨是一種救贖孤獨救贖是切開兩個主題 跟剛剛我們要談的自我自身然後跟寫作好像一點關的都沒有刪掉 好輕輕鬆鬆對不對好 思義選項閱讀使人感到孤獨閱讀不是我們的重點 我們的重點是寫作有沒有印象好 剛剛竹子劇裡面看到的喔好 接下來我們現在來看一下B跟豬好 B選項叫做藉由寫作可以肯定自我 藉由寫作寫作可以肯定自我肯定自我寫作與自我 嗯看起來蠻像正確答案的囉 豬選項不受他人干擾才能專心寫作 好不受他人干擾好然後專心寫作 那專心寫作的那個專心是一個多餘的資訊 這其實就是所謂的過度推斷 所以過度推斷的時候 過度推斷常常出現在副詞裡面 所以呢今天假設尚文老師舉個例 假設今天尚文叫做今天下了雨 好那下面有一題叫做 關於尚文敘述核者證券 欸今天下了大雨對嗎各位 好你不覺得對好錯了 為什麼是錯的呢 因為它多了一個字就是大雨的大 它過度修飾沒錯 所以請各位同學要注意喔 好但文章裡面它提了某個事件 可是關於這個事件它多了程度範圍好 等等的一些過度的修飾 它對於這個 它要談論的這個東西進行了一個過度的限定 這個基本上就會是錯誤的 好所以也就是說這題答案選B 好既有寫作我們可以肯定自我喔 好那就呼應了上方的主詞句 主詞句叫做能與自身相像 緊緊相細的原來真實寫作 所以人可以透過寫作去認識自己 跟自己更為靠近 好那就是這篇文章最要談的主詞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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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w鍵